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看纽约房地产市场二月的市场简报 那刚刚过去的二月呢,比一月份稍微繁忙一点 一月份呢,比2023年几乎每一个月都要繁忙 感觉上呢,这个我们纽约的市场啊,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 终于要迎来春天了 那有两个亚市场是比较对,对,是整个市场的领头羊 一个呢,是新楼盘市场 还有一个呢,是豪华端 豪华端呢,是什么呢 就是房源是400万,标价在400万级以上的高价位的房源 这两个亚市场啊,在二月份的最后一周啊 都签了不少的合同 是比2023年的平均周交易量都要高 新楼盘市场有58个合同签了 那个豪华端呢,有29个合同 这个呢,都比我们在过去的18个月啊 习惯看到的数字要高 那曼哈顿整体来讲呢 差不多有960个房源进了合同 是自去年7月以来最高的水平 那虽然呢,我们刚刚讲到啊 这个交易量有所提高 的确呢,有不少的买家 有重新入市,有买房子 但是呢,这个交易量还没有高到说 把市场的价格可以往上推的水平 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 最近啊,有一些年轻一点的买家啊 他们呢,又有在看郊区 像长岛啊,新泽西啊 在那些郊区市场呢 竞价战其实已经持续一段时间 那随着郊区市场的房价不断上升 有些年轻的买家就说啊 这个城市里跟城市外的房价呀 差的没有多到说 我愿意每天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三成一到一个半个小时时间来通勤 所以他们呢,也开始转向 要再看城市里的市场 另外,我们来谈一下 我们纽约市啊 最近有新添了一个滨江大道 在中城的东面 38街以北,61街以南 原来是完全看不到 看得到河,但是去不到那个河边的 现在呢,市政府新开了一个滨江大道 所以就像西边哈德逊河旁边一样 现在人们可以在那里骑车散步 真的可以欣赏东河的美景 那再加上中城东面啊 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叫rezoning 也就是城市改建的一个大工程 那所以这个城市改建的工程 加上新的滨江大道的开启 这个中城东面啊 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社区 讲到滨江大道 有一个新楼盘在威廉斯堡的 那个沿江那边 在南面 有要即将 24年年底即将竣工 是两个大楼 600个单元 多数呢,是租赁单元 有差不多160个是可售的condo单元 还没有上市 但是如果有对威廉斯堡买房感兴趣的 大家呢,朋友们可以联系我 谢谢大家